南投王忠义涉嫌杀害母亲案 从进入地院一审开始 至今已经超过六年 经过最高法院三次发回更审后 台中高分院最新判决 王忠义涉嫌失母案无罪 王忠义涉嫌事母诈保案 从一审开始判决结果曲折 2014年他带着妻儿跟老母亲 到南投重瓜西游玩 老母亲却落水溺壁 案件检察官起诉 2016年南投地缘一审认为 王忠义杀害母亲 判他无期徒刑 案件上诉二审 台中高分院认为 王忠义的母亲是落水亿万溺壁 该判他无罪 2019最高法院发回更审 更一审也判王忠义无罪 但更二审法官认为 王忠义带失智妈妈到河床上 却让他自己去上厕所 导致母亲落水死亡 变更杀害直系尊亲属的起诉罪名 改一过失致死罪 探刑一年两个月 今年六月最高法院认为 更二审没有清楚说明 变更起诉法条 起诉事实的原因跟理由 再撤销发回更三审 而现在更三审判决出炉 王忠义涉嫌失母案无罪确定 至于他是否触犯过失致死的部分 由检方另案处理 而这也让历经超过六年的审理刑案 全案确定 TVBS新闻 许立凡红采论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字幕志愿者 李文珀 李文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文珀